I don't have a slow one No I don't take shit I don't have a slow one 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王 欢迎您回到我的频道 本期视频我们又回到了OPH 今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下午 还有什么比跑个山 吃个派更惬意的呢 那么本期视频我们会大概分成三个部分 首先由我来开车 然后换我女朋友开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一起感受一下车 还有山路的一些状况 最后我们会做一个小总结 一起讨论一下这个车子 还有澳洲汽车文化 本次跑山的起始点 我们是从Pie in the Sky出发 Pie in the Sky是简称Pitz 是摩托车友还有汽车车友 还有野鸡 一个补充能量的地方 大家吃个派 喝个咖啡 稍事休息 讨论一下车子的状况 讨论一下摩托车状况 也是一个交流的不错的地方 然后在中途我们会经过 急速派档来澳洲的那一期的时候 的夜跑 也就是俗称的OPH第四段的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也是整个跑山过程中最好玩的 那么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本期视频吧 外门了 可以开始摩托车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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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有警察抓人了一个 哇 警察抓人 真的 马卡巴卡 阿卡瓦卡 米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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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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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之前还是主要以就是 道路驾驶为主 到这边是真的开始了 好 那我们就开始吧 来 之前来过一次是在晚上但是没有在白天来过 到了 哪里要下去 还要看起来 哪里 是 堂 一堆 没回到 在箱子里面 有多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前方线有台卖车啊 但是大家能看得出这个路还是比较好好的 它是有一点斜的高低起伏 然后外加一些比较急的弯 外加弯里面是有盲点的 开起来比较刺激的 它侧面的岩石会当出你的弯心的视线 还是比较危险 好像跑山嘛 有点这种X因素在里面就 真不能开起来开心一点吧 但无论如何 第一重要的事情还是安全 而且像现在我这样一定要保持车距 不要跟前面跟太直 因为这毕竟 说一切到一万还是一个公共道路 不是赛车场 所以说还是要尊重其他道路的事物 现在后面挤压了很多车啊 这边还说会有一点点慢 下面还说是有一点点慢 下面还说是有一点点慢 嗯 它的拐弯都非常保守 而且这个地方是那种临间稍微地上会有一点点湿滑 前面的车性能也在那里摆着没办法 它也没有办法看到非常极限 它才给我们让路了 好爽啊 好 做完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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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原来刚才跟着我们一起跑的是台E63 E63是怎么了 E63 AMG 我说怎么它一台奔驰一级可以跟得那么快 我刚才是台E63 但是另一台是一台霍盾不知道是台什么车 跟得我很紧感觉技术也很好 对啊因为那台霍盾感觉是一个SUV 是一个Hatchback 好像叫Espra还是什么 是澳洲的一个本地小钢跑 但是我不敢再跑 因为像这种大直道还是这样留给他们去跑好了 但刚刚那一端 我好爽 我觉得你那个弯拐的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轮胎抓定很够啊 就是你感觉我觉得你拐弯的时候还是比较保守的嘛 对 但是感觉还是没有到这个轮胎的极限 是 但是当然还是保守一点比较好 对 现在你看看一下后视镜后面 你看后面又跟上来两台摩托 等一下可能又要让他们一下 嗯 好 他们停车了 不需要让路 怪不得急速拍档来澳洲也会来这里跑一下 好像我 绵部虚传 他在山里的这个绵延起伏 外加这个Elevation的高低的这个起伏 对 外加弯中的高低起伏 就是起个加起来真的很有乐趣 但是怎么讲 靓丽而新 我觉得一定要在车少的时候就是 大概发挥自己的流气成这样就好 不要把自己抛向空中 然后没有办法降落 然后你像现在这种是公路 然后你拍前面那个 哇 真的很漂亮 很直的公路 这种车流车的就可以升五档 就一路YH就好 正好你刚才跑山的那个余温降降降温 可以 这真的很有意思 其实我们是不是第一次跑OPH这一段呢 我之前跑过 但我说在晚上来的 是跟Alex一起来的 所以说 哦 没有太认真的跑了 我好像是第一次来这里 我之前都是去OPH很多次 前面前面那一段暖胎圈 是 怎么样 要不要等一下换你来跑一下 也不是不可哦 好 怎么样这轮胎 嗯 很热 现在是热乎乎的 然后已经暖好了 现在终于用指甲抠 是感觉能有一点点 怎么讲软了 因为这个轮胎有点老化 以这样的状况来讲 其实它是很难热起来的 哦 对 现在抠是有弹性的 如果平时天冷的时候 它直接就像很硬很硬的 嗯 所以说现在其实是一个蛮好的状态 对 好 已经开始拍了啊 好 现在换你来跑一下 慢一点 慢一点 太快了 太快了 真的 太快了 不要这样 我在直线都是跑得比较慢的 确实 警察是比较容易蹲的 所以就是跑山的小经验 这边你就要按照线速跑就好 或者是这边 到弯里面你可以 稍微的 一般遇到45这种弯 你就最好用三挡过 其实一直在三挡啊 对 你就流过来就好 对 你就会感觉你不需要用很多刹车 也不需要用很多油门 就很自然的 记得我说的双手 嗯 放在比较好把控的地方 感觉开三挡都比较日常开好 不一样 对 那 还变得一些小习惯 有水的地方就要慢一点 而且刚压完水之后 对 对 刹车 对 其实我按照你上次跟我说的 尽量走直线 就是要走线 对 而且刹车也要尽量在车子 就是方向是直的时候踩刹车 不要在弯中踩刹车 不然上车的车子既可空 然后又跑很快 嗯 没错 而且你没有跟他就是像 在做斗争一样那种感觉 对 对 其实我 他很顺着你 其实我之前起河河的时候 也是感觉不知道要怎么走线 所以骑的也非常紧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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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不要让转速掉到3000转一下 嗯 对 你就在3000 3000到这样5000 5000 5000 6000这样子跑 你看这一段是比较好玩的 对 回方向也慢慢回 对 很顺 对 对 没错 就这样跑 对 不用管档位 对 对 看似没有很快 但其实其实 已经很快了 对 不太用踩刹车 直接松油门的话 这边慢一点 因为是个掉头弯 对 对 对 顺着它的轨迹 很好 出完以后慢回方向 对 然后慢慢回方向 对 对 这样慢慢开 循循尽进进 有忙须还是不要紧张 对 有忙须你可以慢一点 没关系 就我说了 它这个山里面会有点 小心 增车 对 压一点右边 对 身体情况 公共高路就是比较复杂 是不是 对 没错 安全地义还是 对 可以用下那个 帐党鼓勇的技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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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下出彎的时候慢慢回方向 回方向 路顺 对 现在我们就出来了 刚才那边就是那边了 回来了 现在回家的路上了 那你说说刚才你跑 就是OPH 就是第四段 这个最好玩这段 有什么感想 你觉得车子怎么样 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路本身啊 是非常好玩的 然后呢 那个弯 却像你说的一样 趋力拐弯的 很爽 很刺激 但是我觉得最害怕的 就是因为它是个公共高路 然后你总是害怕 马上就跑出来摩托 是个呃呀 或者像刚才一样自行车 就会让人非常非常的紧张 再加上有那个盲区啊 什么的这个纳克的 反正就是让人挺紧张的 对 但我觉得吧 就是在安全范围内 合理享受就好 不能太太超过自己的控制范围 而且要考虑到其他的 就是道路上的其他人 行 整体还是还是看你开的 还是蛮不错的 就是比较顺的 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先慢慢游慢到快 慢慢体验一下 然后逐渐的跑跑的好 但那不是这个有你的指导 或者是指导 指导跑山的这个教练 是吧 最后的最后 我们慢慢跑的越来越好 越来越熟之后呢 就是把这些真的喜欢赛车啊 喜欢跑快的这种精神 就是转移到赛道上去 然后大家也敬请期待吧 以后我们肯定也会做一个 赛道上的吧 包括我 包括他 我们俩都肯定要就是 进行一个真正的考验 毕竟我觉得赛道上 才是真正安全的地方 然后也是放心的能跑 然后大家都是互相也不怕有慢车 也可以测试一下 顺便测试一下车子的性能啊 测试人的极限在哪里 对吧 而且我觉得在澳洲 这种生活方式还是蛮好的 就是本来讲 就是周一到周五 就是你好好工作嘛 然后周末就是选择一个 自己喜欢的爱好 然后放松也好 就是或者说 就是哎 刺激也好 但是说句实话 晚上能睡一个好觉就好 就这种生活还是 就蛮享受的 对吧 包括很多人 甚至下班了 三四点 四五点 晚上还有一场赛道日 就是悉尼的赛道是有那个track night的 然后你必须晚上跑 然后晚上呢 气温又比较低 灯啊 灯光照明条件也都蛮好 所以说开起来对车子也好 对人也好 都是一种蛮不错的一种享受 而且下了班 溜达着 溜达着 晚上那边还可以吃饭 对啊 然后去参加一下这种 嗯 对 track night 对 然后认识一点朋友 聊聊天 聊聊工作 真是蛮享受的 真的是 嗯 行 那本期视频 先那就先到这儿 到这儿吧 到这儿呗 下期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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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